哈喽 大家 我必须看你是吧 左脸好看一点 你给我拍一个 这样吗 我现在脑子已经不转 一重说吗 这好难 好 出来出来 端装一下 来自路天方映组 共济组 展映组 云河欢乐影城 奥斯卡展厅 万达影城 电视场产业放映 市场嘉宾组 活动中心论坛工坊组 FIRST训练 新闻中心内容策划和创业执行 新闻中心图片组 FIRST宴会 接待中心 接机组 邀请嘉宾组 证明点组 移民组 房云云中心 品牌组 注册中心 对 我是负责的主要是检票 维持现场秩序 五点书 奔山和小区 从这里入场期间 给观众介绍引导他们关影 或者说去给他们讲一些秩序之类的 作为电影这门艺术的引导 加上穿上这一身 就是非常骄傲的衣服 我觉得是非常值当的 今天刚去学习了如何放映一部电影 我们要确保整个电影能够顺利地放映 然后确保能够给观众达到一个最好的观影体验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很晚很晚去测片 然后去调试这样子 然后所以其实是一个比较辛苦的活 但是还蛮幸福的 因为很有成就感 你想大家都在寄希望于你身上 然后你去帮助大家放这个电影 我们在仓库那里把原来很杂乱不堪的那些货物 物料那些东西 两个人花了一下午的时间一点一点把它麻整起 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每天突发状况也很多 除了已经安排的统计入库出库 我们还要在外面跑场地 每天工作就是负责这些会来到影展的嘉宾他们的行程 比如说机票的确定 酒店的确定 以及到时候他们首映和展映的一个接待工作 主要负责酒会的统筹策划和执行 也期待所有来参加宴会的嘉宾都对酒会非常的满意 主要负责的方向是视频项 就是会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拍摄一些影展期间的原创视频 这两天天气给我带来的感觉就是很随意 感觉昨天我们工作了一天 然后那个天气就是 就是那个雨就是从大到小 从小到大 然后我觉得让我们的工作很难开展 为什么来当志愿者 认识更多有意思的朋友 能从影展中学到更多 一个就是为了玩嘛 感觉把我们当家人一样很温暖 有机会能把一些相同喜好的人聚集在心里 全全把自己影展的各个重要的结构都交给志愿者来做 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也算是一种相互信任吧 十天后 我希望自己就是不忘初心 十天后的你一定会想感谢十天里努力工作的你 继续野下去吧 加油好好活着 首先想说的就是活着 拥有一个更加健康的作息吧 每天能走点下班 不要被工作给打倒 在这里成长 能够在这里发光发热 得到一个心里面自己想得到的答案 希望你这九天有就是做好每一件事情 然后有就是符合你当初希望来到新的这样一种愿望吧 大家都是我们都挺疯的 对就是疯到不要死就行了 我们组能够顺顺利利的把最后一天的这个盛典给大家办好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各位就能够看这个视频 在我们组的盛典上突然很多手势 我们能够看这个视频 我们不在乳ly 这是不� klass典上 好 嗯 我是 你 你的 晓